这次时特别提到一旁的朱主席 侯友宜跟朱立伦一起到板桥词汇宫摆妈祖 朱立伦还主动靠过去讲话 两人互动受主 因为前一天侯喊出政党协商 不是没人说了算 是我说了算 被解读叫板朱立伦 媒体人上一夫更爆料 红军办25号会议定调与柯文哲正式开战 这也跟党中央组合论调不同 金普聪跟朱立伦是否有意互抢主导权 朱立伦抢着回答 我来回答 这个金执行长很辛苦 你没看到他头发都白了 拜托各位媒体不要再乱写 不要再弃金执行长 国民党前立委孙大迁则在脸书表示 侯友宜说错了 蓝白的整合过程中 国民党是朱立伦说了算 因为政党协商是党对党 所以朱科才是真正主角 如今蓝营多头马车 白英克文哲则掌大全 喊出政党协商结果期限11月20 侯伴声明不可能等 但侯友宜本人不说死 尽管柯文哲没多谈 但科办则强调 政党协商并非侯伴声称 已经敲定时间 现在蓝白河持续卡关 连蓝英立委都反对民主初选 更抢金普聪就是合不了原因之一 蓝白河呈蓝白拖 随着选战倒数计时 菲律整合看似遥遥无奇 最近黄金城 郑海中 王少宇信不道